基隆長安街驚見少女陳詩路旁 交代纏滿臉部口鼻疑似遭到性侵 處女魔卻完好DNA比對也無結果 10天後嫌犯意外落網 竟說她完全不後悔想快點槍斃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狼問獎尖殺人案 是一個黃信老師 他要返家的時候在馬路旁邊去判倒 途經長安街的時候 就看到說有個女孩子倒在路 那個馬路旁邊的顏色 膠部有纏到她的臉部跟嘴巴 因為有外力介入 目前我們不排除有她的發生意 是嗎 你有沒有早知道心情害 初步是處女魔卻完好 印道裡面的我們檢驗處有那個精子 然後精子細胞層的DNA 跟那個她內褲上的血跡的DNA 是屬於同一個人所有 對家鄉一定要有一個膏蛋 我快破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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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亡十年 這名曹信嫌犯 因為對自己兩個女兒生出魔爪性侵 被警方逮捕 沒想到靠著DNA比對 意外讓警方查出 這件十年未破的命案 曹信休閒以往犯案 都會拿東西遮住營利事業登記證 讓被害人無法知道她的身分 沒想到這一次卻因為忘了遮 竟然殺害女學生滅口 她是後來坦承之後有一心求死 她一直說希望我們警方趕快讓她判死刑 然後還被害人物的公道 她只有這樣 在兩名罰警押解下 立著平頭穿著球服的曹天壽 帶著手銬腳樓 護旅滿山走向刑場 這是人生最後一段路 曹天壽一度腿轉 她涉嫌性侵殺害基隆一名女國中生 氣時路邊逍遙法外十年後 又因為性侵自己女兒被逮捕 南界的重案懸案 警方如何抽絲剝繭 老Z調查線代您揭秘 舉頭三尺有神明 不問人之為己之 對政府有怨言 單靠法律無法伸張正義嗎 解開不能說的黑幕 鎖定五二會客室 不過檢方卻已經將十名被告 通通不起訴處分 家屬有冤難生 國外害人重案有哪些驚人內幕 捐箱聊蝦米告訴你 已經沉濕了 沒有故事心跳了嗎 對 而且他的傷勢是多處惹瘀青 軒衣案件總離不開靈異花式 找鬼記者錯別字代您畫也陰陽 大家早 我是錯別字 用一個去買早餐的時間 來跟你們聊一起 在台南的靈異故事 社會法條司法讀不懂香檳的 鄉民特派 代您刷副本KO冷知識 但是行政院就跟你說 你這個筆數中央法規定 是無效的 違憲 通通違憲 五二小組就在 周天社會頻道